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指站在移动技术指标线的上方 短期股指偏向于多头格局 并且我们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期阻力位置 也就是图中的绿色箱体上轨的位置 已经被多头攻线 结合当时的动量指标 我们给出周五的股指 有机会出现向上继续的震荡 我们还提及了一个重要的低点位置 但是周五的股指并没有延续多头强势震荡的走势 而是出现了考验绿色箱体底部的走势特点 周五我们给出 这个周一的走势与其是上涨的形态 因为Andy认为 短期绿色箱体的底部 具有对于股指支撑的作用 包括周五的下跌走势 也是因为场外信息的打压 全天都是围绕一个较大向下跳空的缺口 展开的测试底部支撑的震荡走势 那么今天周一无一市场 是出现了如我们周五表达的预期 市场出现了上涨 但是今天股指崇高回落的震荡走势 会给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 是不是上涨就此结束了呢 大家会从今天的视频中得到不错的梳理和分析 鲨鱼工作室属于小众的投资急剧地 我们不会夸夸其谈吸引流量 只从策略出发实现投资目标 欢迎每位有缘的朋友参与 公共视频是免费分享每天走势的分析 请看客们把赞按起来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首先回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小时K线图上 看看今天市场的运行特点 今天的市场走势非常的突兀 全天震荡的格局出乎所有交易者的意料 那么Andy如何看待这样的走势特点以及分析呢 如图所示 从早盘的开盘情况看 市场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 纳斯达克综合股指也是产生了一个跳空缺口之后 空头开始发力 并且出现了加速下跌的小时K线结构 今天多头的早盘高开形态 非常类似于上周五股指下跌低开的形态 在小时K线图上都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跳空缺口 可以说今天的跳空缺口和上周五的向下的跳空缺口遥相呼应 我们周五表达过的股指的一个重要阻力位置 也就是绿色箱体的顶部的位置 如果市场开始上涨会再度攻击这个重要位置 今天早盘高开的股指也是非常准确的攻击到了这个前期的箱体位置 虽然全天没有能够站在这个阻力位置之上 但是多头的上攻力度还是体现出来的 之后空头开始发力 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 但是这个冲高回落也是有其特点的 今天的回落的低点 无疑再度测试了短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的支撑力度 并且市场没有出现自周五以后的惯性的新低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短期的调整有望探明低点的区间位置 也就是绿色箱体下跪的支撑力量 今天的股指运行的走势 围绕上攻阻力位置和回踩移动技术指标线 来展开的全天震荡走势 上周我们也强调过现在的底部动量指标 已经是出现在超迈的区间 这个区间容易发生技术面对背离走势预期 之前股指也曾经多次 在底部动量区间的超迈区中 出现多头发力的上攻形态 上周四的股指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上攻走势 就是利用超迈的区间展开的 之后周五虽然是低开的走势 但是无疑在底部动量指标的下方 也是出现了反复的背离走势 我们在周五的视频中强调过 底部动量还是可以继续向上运行的判断 今天股指跳空高开的走势 直接把底部动量指标数值打到了50的上方 之后即便出现了回落之后的转头 动量指标并没有出现快速的回落的走势 只是开始在50下方展开震荡 说明短期的多头准备进攻 股指全天可以说在一个箱体中震荡 上轨就是前期的绿色箱体的上轨 下方支撑就是移动技术指标线 那么是不是可以带给我们一波新的上涨走势的预期 包括调整结束的预期 是值得我们明天观察的 我们先抛开外部因素的影响 看看技术面发生了什么 早盘股指的高开 直接把多头前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向上击破 之后股指的回落 也是向下测试这条线支撑的力量为目的 短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再度成为多空双方争夺的战场 这个从分时级别的K线结构上观察得非常清晰 今天股指的冲高回落震荡幅度比较大 移动技术指标的争夺也非常的明显 经过数小时的震荡之后 多头还是勉强取得了胜利 股指站在了技术移动指标线的上方 今天股指也是上攻到这个重要的压力位置 并且开盘就完成了上周五 我们期待看见多头发力 上攻阻力位置的预判 这点非常的奇特 虽然有外界因素的影响 但是无疑股指这么突然的上攻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绿色相提上轨的压力 移动技术指标的支撑 都是那么轻易的失而复得 而又得而复失 玄妙莫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底部的动量指标 有什么新的变化 如图所示 上周五我们谈到了底部动量的金叉背离横盘运行 有望走平包括技术移动指标线 再度给多头的上攻创造双层的基础 这种走势之前出现过 今天股指跳空高开的走势 直接把底部动量指标数值打到了五十的上方 说明多头的力量还是可以保持强势的动量 五十上方的运行 说明市场是偏向于多头趋势的结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从咱们技术面观察市场的结果 一 移动技术指标线 短期支撑股指的上升 股指截止收盘 还是收在了这条线的上方 短期股指偏向于多头格局 二 枣盘股指向上攻击绿色箱体的上轨压力位置 这么重要的阻力位置 只是一个枣盘的高开 就能完成再度的攻击测试 是不常见的 虽然没有一个攻击的结果 但是可以从周五的下跌阴影中走出来 说明多空的博弈结果有望产生 之后变盘可期 三 底部动量的指标处在横盘震荡的结构之中 如果可以保持在50数值的上方 无疑对于多头上攻是有利的 这个也是明天需要观察市场 是否可以持续性上涨的条件 也就是横盘走平 给多头发力创造契机 综上几点技术观察 我们对于明天的股票市场走势的判断结论 是股指保持强势震荡 寻求变盘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